好 今天就玩一下一些特別的東西 化妝之前 首先都要用爽膚水 擦一擦臉 之後當然要塗基礎 化這一類妝 我比較喜歡玩鼻影 因為打了鼻影就已經有個大浪出來 小律巡的鼻樑比較闊一點 我比較窄 所以中間會留一點位置 而鼻翼位置我比較闊一點 所以我會打重一點 我自己就比較厚 方之所以我便會打臉很大 所以我就會打臉比較角一點 我喜歡打影 一邊在映像 這樣就可以即時看到進展成怎樣 便會比較容易攪拌 打完陰影就打光影 記住鼻子有折 所以我會把折位強調多一點 記住鼻子有折 打完鼻翼邊便到達臉 我的下巴位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我要打長一點海裡 很明顯消了嘴唇 就沒有我的嘴唇那麼滋 所以我要先把唇唇 接著就到它的招牌濾袋 接著它的招牌是一種的 旋轉圍 接著它 然後再加上一種的招牌 接著它 才會保留 在樹上 接著它 再畫粗條眉 大家都知道我對雙眼瓶非常之相 雙眼瓶相對有點價格 而小栗秦的雙眼皮是不太深的 所以我用黑色的眼線筆 把雙眼瓶的位置填一半 大家知道雙眼皮是很濃的 雙眼皮是很濃的 雙眼皮的雙眼皮 超級濃度 但雙眼皮很濃的地方 大家都看到雙眼皮的前面 雙眼皮很濃的地方 唇衫是比較尖的 所以我比較圓 所以按照版主碗畫尖的唇衫 角度的嘴邊也填得斜一點 純粹把我這麼黑的嘴唇填到它比較濃烈 這樣就會比較濃烈 然後再補上唇邊 再畫梳筋就完成了 Kids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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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音量比照片長多 所以我把最頂部的部分切開 然後把最前面的音線捲起來 然後再把它放下來 遮蓋頭部 完成 差不多可以拍照了 不過拍照之前 最重要是設定好燈光 再加多點表情就可以了 這次的確有點高難度